血精抢壁,痛苦的哀嚎在夜色中回荡 玛丽亚的尸体紧握在血泊中,身上布满着刀痕 那凶手面目真理,手持松气,带着哭泣的孩子 冷酷地逃离了现场,留下一地的绝望 十一处致命刀伤,每一刀都充满了无尽的仇恨 一个曾经温馨的家,瞬间化为地狱 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跟随鼠哥走进暗井 命运无常,阴霾笼罩小镇 一位年轻母亲的生命如风中残煮 1994年6月18日,玛丽亚·奎萨达呱呱坠地 为奎萨达夫妇带来无邪欢心 这个小生命的诞生晚如奇迹 因为玛丽亚的母亲多年来一直在接受不孕不育治疗 命运之神似乎对这对夫妇格外眷顾 让他们迎来了梦寐以求的独生女 玛丽亚从小就梦想拥有一个大家庭 渴望兄弟姐妹相伴 然而母亲的身体状况让这个愿望成为泡影 年幼的玛丽亚暗自立志 将来要创建一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 至少生三个孩子 谁曾想 这个单纯的愿望日后竟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魁赛塔夫妇勤勉工作 家境殷实 他们亲其所有 为独生女提供最优渥的教育和成长环境 玛丽亚在宽敞舒适的家中长大 有机会学习音乐 参加美术学校 她与家人关系融洽 尤其与小与亲如姐妹 这个比她大六岁的姨妈 成为了她最亲密的朋友和亲俗对象 玛丽亚天心善良 富有同情心 性格开朗友善 她在学校表现出色 充满创造力 愿爱绘画和雕塑 周围的人都称赞她善良 聪明 善解原意 她总是乐于助人 很容易与人交朋友 长大后更是出落的亭亭玉立 吸引了不少追求者的目光 然而命运之神 似乎总是在玩弄这个天真浪漫的姑娘 18岁那年 玛丽亚与一位亲眉竹马的男孩 坠入爱河 他们的关系发展迅速 这个年轻人 在玛丽亚眼中是如此可靠和深情 但当玛丽亚告诉怀孕的消息时 一切都崩塌了 这个与她同龄的男孩 完全没有准备好组建家庭和抚养孩子 她立刻建议玛丽亚终止人生 当玛丽亚拒绝后 她干脆宣布两人的关系 就此结束 玛丽亚心如刀割 但仍然抱着一丝希望 以为孩子出生后 这个男人会回心转意 叶尔刚她的儿子 呱呱坠地时 她的前男友早已另结新欢 对这个苏维谋面的孩子毫不关心 玛丽亚顿时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就在此时 玛丽亚的父母和小姨 成为了她最坚强的后盾 她们在精神和经济上全力支持这个年轻的单身母亲 但玛丽亚深知 她不能永远依赖情愿 她必须为自己和孩子找到一条生存之路 命运再次对玛丽亚露出了微笑 她偶然接触到了手工造和装饰蜡烛的制作 凭借着天生的艺术细胞和创造力 玛丽亚很快就掌握了这枚手艺 她在社交媒体上创建了自己的小店 接受定制订单 她的业务尊尊日上 粉丝数量快速增长 订单源源不断 玛丽亚不断精进自己的记忆 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实体店 与此同时 她还开始在线教授制作手工造的课程 赚取了不菲的收入 然而玛丽亚内心深处 始终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想 约到一个值得托福终生的男人 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找到一个会像亲生父亲一样爱她儿子的人 她的亲人们也衷心希望她能如愿以偿 但是当玛丽亚带着她的新男友回家时 所有人都感到一阵不安和恐惧 2017年秋天 玛丽亚到唇里采购制作肥皂和蜡烛的原料 就在她专注挑选商品时 一个名叫埃斯特班哈维尔巴尔加斯的年轻男子走近了她 她热情地赞美玛丽亚的美貌 神称自己被她深深吸引 忍不住想要结识她 埃斯特班看起来彬彬有礼 真诚可信 很快就赢得了玛丽亚的好感 她答应与她共进下午茶 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就这样 一段看似美好却暗藏危机的恋情 拉开了序幕 埃斯特班比玛丽亚大12岁 但她并不认为这是妨碍他们幸福的障碍 玛丽亚从见面的那天起就深深爱上了她 尽管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她为什么会被这样一个人吸引 巴尔加斯与玛丽亚判若两人 她粗鲁无礼 惊喘口出狂言 还有许多不良嗜好 更重要的是 她从不谈论自己的过去 她没有正式工作 却有一笔数额可观的存款 这让许多人怀疑她的钱来路不振 埃斯特班随身携带一把手枪 通常放在她那辆破旧皮卡车的手套箱里 她很少与这把枪分开 却从不解释为什么需要她 玛丽亚隐约觉得 她的恋人可能与犯罪世界有所牵连 但她后怕直接询问 她对埃斯特班的过往一无所知 包括她以前的感情经历 然而爱情蒙蔽了她的双眼 让她选择性地忽视了这些危险信号 交往四个月后 玛丽亚绝约定将埃斯特班介绍给她的家人 她非常紧张 担心父母的反应 实施证明 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埃斯特班表现得挑衅无理 动辄爆出口 任何问题或评论都会激怒她 引发她突如其来的怒火 她公然吓唬玛丽亚的父母 一离开他们家 玛丽亚的父母就开始恳求女儿为了自身安全考虑 尽快结束这段关系 然而玛丽亚已经深邪爱河 无法自拔 她天真地相信 自己的爱河关怀 终将平息埃斯特班的怒火 她最终会冷静下来 安定下来 成为一个好丈夫 一个好父亲 她梦想着与她组建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就像她从小向往的那样 几周后 埃斯特班邀请玛丽亚去趟步请家 参加家庭聚餐 然而这次聚会 对玛丽亚来说简直是一场恶梦 巴尔加斯家族的成员 与埃斯特班如出一辙 暴躁 好斗 傲慢 他们大声喧哗 动辑爆出口 任何争论 都可能瞬间升级为一场斗殴 他们对儿子的新女友态度轻蔑 不断贬低她 甚至拿她与埃斯特班的前女友们做比较 她们不喜欢玛丽亚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 玛丽亚强忍着委屈和屈辱的泪水 更糟糕的是 埃斯特班的亲戚们还酗酒成性 一旦醉酒 他们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 玛丽亚觉得他们既残忍又恶度 她坦率地向父母表达了这种感受 她的父母再次试图说服女儿与埃斯特班分手 远离她和她的家人 然而玛丽亚依然矜持几件 相信时间会让一切好转 尤其是因为埃斯特班在她面前总是表现得很好 2018年12月 玛丽亚告诉埃斯特班她怀孕了 埃斯特班对这个消息并不兴奋 但她同意是时候正式确立关系了 2019年4月6日 当新娘怀孕四个月时 只对情侣执行了婚礼 她们有一场美丽的白色婚礼 在海滩上执行了仪式 婚后 新婚夫妇搬进了埃斯特班的一栋小房子 然而从婚姻生活的第一天起 埃斯特班就开始露出真面误 她不再压抑自己的怒火 为芝麻小事大发雷霆 毫不犹豫地动手打人 辱骂 殴打和侮辱成了他们家常便饭 这一切都发生在玛丽亚五岁的儿子眼前 几个月来 玛丽亚不仅忍受了这一切 还对所有人保守秘密 她避免去探望家人 以免他们看到她脸上和身上的瘀伤 即使在炎热的天气里 她也穿着长袖 小心翼翼地用化妆品遮待眼睛周围的伤痕 以免引起邻居的注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玛丽亚越来越担心腹中太儿的安全 也越来越担心这种情况 会对她的大儿子遭受什么影响 她天真的相信 孩子出生后 埃斯特班会变得温和 做父亲会让他变得更好 她每天忍受着虐待 指责和羞辱 而埃斯特班则巧妙地将责任推卸到她身上 不断提醒她 使她自己接触了她和她的孩子 而其他人都不愿意要她 埃斯特班熟练地操纵着玛丽亚的情绪 深知这个深陷爱河的女人不会离开 她懂得如何让她屈服 玛丽亚后怕再次孤身一忍 这次还带着两个孩子 这成了埃斯特班控制她的主要筹码 然而就在临产前不久 在又一次残酷的殴打之后 玛丽亚匆忙收拾行李 带着儿子逃到了父母家 她的家人看到她伤痕累累的样子 震惊不已 强烈要求她报警 但她断然拒绝了 在生产前的最后几时候 玛丽亚住在父母家里 仍然希望孩子的出生能改善现状 她并不急于离婚 她的家人则不那么乐观的 催促她尽快结束这段婚姻 但她就是不愿意听 2019年8月11日 玛丽亚生下了一个儿子 她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丈夫 埃斯特班在15分钟就赶到了医院 看起来既高兴又困惑 她跪下来恳求妻子原谅 请求她回到她身边 并承诺一切都会改变 玛丽亚相信了她 出院后带着孩子们回了家 不用说 玛丽亚的父母对女儿的决定感到镇静 玛丽亚的父母深知 这只是他们女婿的一个操纵手段 但玛丽亚拒绝权告 最终 这导致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玛丽亚宣称如果必须做出选择 她会劝责埃斯特班 父母不想破坏与独生女的关系 也不想失去见孙子的机会 所以不得不接受她的决定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 这位新晋父亲 确实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 妻子和新生阿尔身上 她悉心照顾他们 甚至承担了一些嫁务 然而她对妻子 却保持着冷淡的态度 肌肤并没有虐待这个男孩 但很明显 她在与孩子互动时感到不自在 尽管她试图掩饰这一点 此外 埃斯特班正式找到了一份工作 看起来 她正在为家庭的幸福 做出一切努力 玛丽亚欣喜若狂 因为一切都在朝着 她梦想的方向发展 这段短暂的平静 甚至让玛丽亚的亲人们 重新评估了对埃斯特班的看法 相信她确实已经改变 然而命运之神似乎在嘲笑着 这个天真的女人 美好的生活恰好持续了一年 就在他们庆祝儿子 一岁生日后不久 埃斯特班仿佛突然崩溃了 所有她一直压抑的愤怒 道理和残忍一下子爆发出来 将他们的家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折磨式 她无情地殴打妻子 打断了她的几个内骨 差点让她失去一只眼睛 玛丽亚吓得魂飞魄散 再次逃到父母家 她的父母再次恳求她报警 但她又一次拒绝了 几天后 埃斯特班来到她父母家 道歉并请求她回家 令所有人震惊的是 玛丽亚又同意了 她解释说 她依然相信丈夫 希望能重返从前的幸福生活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玛丽亚多次因严重伤害而入院 但她总是将一切归咎于荒谬的意外 以避免警察切入 邻居们经常听到这对夫妇家中 传来尖叫和争吵声 甚至目睹这个男人殴打妻子 然而玛丽亚总是恳求他们不要报警 周围的人都后怕埃斯特班 因为他们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 担心她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直到2021年11月 情况终于到了一个临界点 玛丽亚担心自己和孩子的生命安全 终于联系了警察 她再也无法与这个暴君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于是带着孩子们搬回了父母家 更重要的是 她设法获得了针对埃斯特班的禁止令 禁止她接近自己和孩子们 玛丽亚记录了自己的伤情 医生也记录了她身上不同阶段的瘀伤 挫伤和擦伤 表明她遭受了系统性的残酷殴打 亲戚以及邻居们都作声说 埃斯特班在不同场合对妻子表现出的攻击性行为 在离婚程序开始前不久 警察还记录了一些殴打的证据 法院禁止埃斯特班接近妻子 未经她同意不得与孩子接触 然而禁止令并没有阻止埃斯特班 她经常出现在魁萨达加附近 等待玛丽亚外出 最终她只有在亲戚陪同下才敢出门 生怕丈夫会突然袭击 抵婚申请面临着复杂的财产分割和孩子抚养权的决定 她提起了家庭暴力诉讼 有医疗报告记录她的伤情 还有邻居和亲属的证词支持 她希望这能帮助她获得孩子的唯一建护权 显然埃斯特班有自己的计划 2022年3月3日 尽管有法院命令 她还是来到了仍在法律上是妻子的玛丽亚父母家 她看起来完全平静 表现得很有礼貌 要求与玛丽亚谈话 玛丽亚的父母试图赶走她 但她就是不走 几分钟后 玛丽亚本人出现在门口 同意私下与她交谈 不清楚埃斯特班到底说了什么 但显然很有说服力 玛丽亚同意和她一起回到他们共同的家 解决一些问题 更令人不安的是 她还带上了他们的儿子 玛丽亚的父母 虽然坚决反对女儿和孙子 跟这个危险的男人一起去任何地方 但玛丽亚向他们保证 不会发生任何坏事 她抱着孩子 上了埃斯特班的车 这是父母最后一次见到玛丽亚活着的样子 命运的齿轮在此时就开始无情地转动 这对夫妻在车上就开始争吵 当他们到达家里时 埃斯特班已经在大喊大叫 口出会语 这一切都被邻居们听到了 这对夫妻带着年幼的儿子进的屋 情况迅速恶化 喊叫声没有停止 很快就伴随着巨大的撞击声 仿佛家具被打碎 盘子被摔了 然后传来了孩子的哭声 和玛丽亚绝望的求救声 邻居们抱了紧 住在对面的一个男人冲过去想要帮忙 就在这时前门突然被猛地推开 埃斯特班出现在门槛上 浑身是血 他一只手抱着哭泣的孩子 另一只手拿着一把血迹斑斑的刀 他的眼神狂野 脸上扭曲着愤怒 那个邻居退缩了 担心孩子的生命安全 而埃斯特班跳进车里 以极快的速度逃离的现场 当警察赶到时 他们发现了玛丽亚被残忍杀害的尸体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玛丽亚躺在厨房里 浸泡在自己的血泊中 身上有多处刀伤 血迹间的到处都是 墙上 家具上 甚至天花板上 表明对受害者的攻击极其残暴 法育专家在死者身上数到了11处刀伤 大多集中在上身和手上 他用手保护自己的脸 看起来埃斯特班是从背后袭击他的 就从颈部和肩部后面的三处伤口可以看出 玛丽亚可能试图逃跑 但丈夫追上了他 继续在他胸口 头部和手上示意刀刃 玛丽亚的尸体被发现时仰面躺着 最后的刀伤是在心脏附近 毫无疑问 凶手就是埃斯特班 但凶手和被他绑架的孩子在那里 几个小时后 警方在一条偏偏的道路旁 发现了埃斯特班遗弃的汽车 车内有血迹 地板上躺着作案凶器 上面留有这个男人的指纹 显然 凶手决定抛弃这辆已被通缉的车 他可能搭便车 成公共汽车 或偷了另一辆车 然而公共交通和搭便车的选择 很快被派出了 因为这个男人穿着粘鞋的衣服 无疑会引起质疑或怀疑 最有可能的是 他偷了一辆车逃跑 警方立即展开了紧急搜捕行动 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 埃斯特班会试图带着孩子越过边境 进入尼加拉瓜 在几个小时后 埃斯特班和他儿子的照片 被发送到所有边境检查站 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 埃斯特班被抓获了 正如预期的那样 他试图开着一辆偷来的车 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国境 但在护照检查时被逮捕 这个男人没有反抗 立即要求见律师 在背道的车辆中 还发现了一把属于埃斯特班的枪 上面有他的指纹 这起犯罪最初被定性为杀气案 在拉丁美洲国家 这被认为是特别严重的罪行 通常会被判处无期徒刑 所有证据都指向埃斯特班 带有他指纹的血腥刀具 他衣服上的血迹 以及邻居们的证词 确认除了他 玛丽亚和孩子之外 没有其他人在屋里 此外 调查还发现 这个男人以前多次因殴打 和造成身体伤害而被指控 然而唯一的目击证人 是一个两岁半的小男孩 所以埃斯特班和他的律师 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策略 埃斯特班声称是玛丽亚先攻击了他 他只是在防卫自己 抵抗一个发疯的女人 他慌愣中抓起了刀 声称自己甚至不记得 是如何造成了一些伤口的 只有当妻子安静下来时 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 埃斯特班巴尔加斯家族 试图玷污死者的名誉 称他是一个不好的母亲 一个可怕的妻子 一个麻烦制造者 一个不忠的人 是玛丽亚挑衅埃斯特班 攻击他 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 案件的审理于2023年3月开始 这已经是案发一年后 死者的大儿子当时9岁 能够在法庭上作证 他讲述了继父对母亲的残酷对待 年仅2岁半的弟弟 也目睹了犯罪过程 心理学家与他进行了工作 发现这个孩子 对处方刀具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每当干到刀就会尖叫爸爸 不要 孩子提到他的父亲 伤害了母亲 一切都变成了红色 这次材料被提交给法庭 但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创伤 孩子没有被带进法庭 重播证人 包括邻居 亲戚和熟人 都坐证指着埃斯特班 警方还记录了一些殴打的证据 在调查过程中 警方甚至不得不挖掘出受害者的尸体 他的尸体在犯罪发生一周后被埋葬 独立专家 捕持了埃斯塔班及其辩护团队的说法 确认玛利亚的前三刀是从背后刺入的 2023年5月15日 埃斯特班被判犯有蓄意谋杀妻子罪 被判处36年最高安全级别监狱监禁 死者的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被授予外公外婆 细细品味玛利亚的遭遇 我们不禁扪心自问 为何一个如此善良聪慧的女子 会落入如此境地 或许 答案就藏在那些被忽视的细节之中 从她对大家庭的渴望 到对爱情的盲目追求 再到对暴力丈夫的一再原谅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渴望被爱 渴望完整家庭的人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在捉弄她 每当她以为幸福出手可及时 残酷的现实 总会无情地将她推入深渊 埃斯特班的出现 本应是她人生的转折点 却成了她悲剧的开端 这个男人如同一个精心伪装的狼人 用温柔的外表掩盖着内心的恶魔 玛利亚的悲剧令人心碎 但她的故事必须被讲述 那个该死的凶手埃斯特班 虽然被判处36年监禁 但这远远不够 这种人渣就应该被关一辈子 永远不能重见天日 我们必须警惕家庭暴力的早期气象 不要轻易相信施暴者的承诺和盗窃 如果你看到生病有人遭受家庭暴力 请不要收手旁观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是玛利亚的朋友 你会如何帮助她摆脱这段暴力关系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记得点赞并地域鼠格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